大家好,歡迎收看這節的即時攻略 我是林志彤,這個環節有Anno在 Anno,你好 我多提醒大家 有任何股票上的問題 可以打來204-6566 和我們專家的意見或出問題的電源 去到ASK-BS-CHANN.COM 或者WhatsApp到91571428給我們 Facebook上面都是做直播 大家可以幫我們Like和Share影片 有問題,留下留言會盡快解答大家 先讓大家看看最新走勢 恆指跌44點,23,041點 國企指數跌25點,最新走勢8,072點 大肆成交40.1多 假期氣氛很濃厚 暫時來說只有400多億成交 今日期結,但這兩天的指數變動 應該都不會有太大的指標性 不如展望一下 假期之後回來,或者2022年 那個市況第一季 會不會一月的時候 都可能要再拿下股市 大指數 一定有可能 你問我,我也不會覺得很快見底 或者短期是一個很好的入市機會 短期是一個很好的入市機會 一至頭的位置 那麼誇張? 你是不是OK 尤其誇張,差三次見到 一至頭很久沒見過 很多事都很久沒見過 你有多久見過 港股是全球股市最差 很多事未出現過 既然出現了 很難突然間接駁一些東西 會無緣無故康復 那些人說明年一月左右 可能有降下準 會不會有機會 沒有這麼大的問題,降下準 是不是這樣 如果一個市因爲降下準 或者說內地的貨幣政策 或者全球貨幣 即是現在影響市貨幣政策 是不是一個主要因素 是 你猜那些其中是影響性 會比較突然 人家是升了很多上收水了 那就是take profit 是 港股你不會用take profit 去形容今年的市貨幣 那個問題就是 但也有影響的 那時候昨天是那些政策的影響 但是貨幣政策 你最多救到部分優質的內房板塊 但是如果你降下水之後 還有說我們數得出市的 或者有機會出市 很大機會有問題的內房股份 有哪些會違約 你看債價或者股價會知道 還有會不會有很多 有些潛進未肯定 但是都很高風險的 好像融創等等 我們真的不知道 所以我們說內房板塊上面本身很難搞 但是你說在說 你說為什麼對於夏年節目 第一方面我們很擔心 就是內地房地產學業 就是大家有些人會有一個想法 就是內地點都托著的 就是阿爺一定會出手救著 怎麼會被你爆到七菜那樣派 我從來都沒有想過爆到七菜 但是你沒有想到是越來越多艱 會不會去到一個狀況就是救都救不住 或者說就算怎樣救都好 你的經濟都是有個下行壓力在那裡 所以你說其實很多人看就是 說樂觀一些 已經說的是今年第四季 就是夏年第一季出的GDP見底 如果這個見底不斷地推遲 就好像市況不斷地沉滴 所以你短線不會有什麼好的入市司機 是 那自己很多人問 會不會見萬六 萬九 我覺得鼓勵無意思 就是現在那個下行壓力在那裡 那三反而我覺得就是想 上到兩萬四千五座那些位置 其實又不是很久的 你想想升一千五點就多難 所以如果升上去 我經常都說你總會找到位置就是 什麼時候是一些買東西的司機 總之不會是貼著底部去買東西 所以上到那些位置 那代表著什麼 有機會碰到五十天線 碰到五十天線的時候買東西 是不是會舒服很多呢 所以短線不會在這些位置做好處 但是你又是怕五十天線會壓住 那就容易一點定止洩位 如果你又再穿二萬四千五 既然不穩了 那既然是走一個浪低於浪的話 假升村 我輸幾百點走的 這些位置無端端你買東西 穿二萬三下 那OK的可以駁回到大 但都不會在這些位置出手 所以你說暫時來說 我覺得就少做少錯的 你有沒有一些淡倉過年呢 我覺得沒有必要的 你開淡倉過年OK 但是另外一個問題 你當作兩倍反向那些 七五零零那些 你真的看到兩萬一座這些位置 就有多少碎位 就是你講的問題就是 你是不是需要這樣 所以我覺得我寧願 就是等整個市況 存定再走一個升浪 如果你從一個短線部署 賺快錢的 當然是沽東西 跟我們說可以沽若名生物 那些 九十元做錢 總會有些想法 問題是你會不會貼得這麼適合 會不會是一些很強的 推薦 是的 你賺快錢是要沽東西 但是我們很怕大家不吃全身 或者甚至沽上癮 會形成了一個 更加嚴重的賭博心態 所以我們就不會很主張 教大家選擇去潑藥 或者未來在節目上 都不會特別推介 買哪一隻紅症 但是問題是短線 如果你要賺快錢 的確是順著個勢 可能守不住兩萬三 但是問題是 從來不知道哪一天出大陰燭 但是現在市況就是有一個下跌 為什麼有一個下跌 就是經濟前景不明白 如果你想想 剛剛說美國方面的聯儲局收水 純粹資產過熱 收水 為獲利回收 只要那些基本因素好 當然沒有問題 但是在中港股市上的角度 現在降準 為什麼要降準呢 就是經濟狀況不明朗 你如果說不是受政政策風險 或內房的問題 是希股的 今年上證重合指數也不算太差 環球股市當然不是特別標青 但起碼不是那些跌勢頭 先 但是港股不是 港股是整個恆生指數是向下 因為原因就是很多 最風頭火勢 最不好的東西 又集合於一身 總會有機會捱過的 我們希望就是第一季就有機會捱過 所以暫時來說就少做少錯的 所有買賣部署都是 你肯定好的指洩 你計算過的數字 輸得起 你就去搏 你搏一些基本因素強的那些 當然是好 但問題是基本因素強的那些 多數都升上去的 升完之後回馬昌 那會怎樣 好像綠色能源那樣 你問我還看不看好 一定看好的 我們經常都說這個板塊都不行 那還會有些什麼玩呢 因為問題就是你這個價位走去最 農園18個多也好 大同身同身就不斷升一成也好 那回回一成左右 那絕對有可能 要不就是這樣分駐買 所以你做任何好倉 都是在這個水平上面 一定是以一個分駐吸納的形式 短線突然間一駐過賺快錢的話 那我想都是沽幾個位置 好 那講完的事不如我回答一下大家的問題 逐條逐條答 好 今天三隻新上市的股份都好像OK 就是225全封 今天52.6入了 今天可能見他的表現不錯 所以就進去了 那個止蝕位應該定在哪裡呢 其實我這個也在看 剛剛招股書也沒有特別 老實講留意這隻股份 我看到純粹的評論上說 是做好像創波的影子股 都是做一些電鑽等等 在全球譬如根據招股書 在全球那個工具市場上面排榮 第九位 整個全球的 我不知道是他的OPE 那些相關產品的業務上面 第十位 市場反了2%左右 你會看到跟送方有一點點距離 那個角度就是在說 那為什麼不買創波呢 如果你看看好 為什麼要炒影子股 如果你的角度就是因為說 創波很貴的 百點元 那我要選擇買一隻影子股 市場仗氣氛好 你去炒2-2-8-5 當然是合理 但是問題是你問我 那個角度上 今天有很多新股 就算雙方也是 你都不用潛水 其實你今天我下午的時候 有些電話訪問你 雙方怎麼看 沒有新股 說真的那句你不潛水 你買我買推推推推上去 但是問題是怎樣做 怎樣做部署 通常都是把紙站或者紙洩 或者放在開始第一口價 問題是開始第一口價 你站穩 你選擇去追 這一刻我們就說 租任何好創部署都在計算 定好紙洩位 紙洩位就是今天開始第一口價 還不是說IPO 整體定價上面 因為很多人 以來做一些中長線投資 但問題是你問2-2-8-5 創波影子股的角度 如果你真的看好行業 那你為什麼不買創貨 如果你純粹的角度上 就說創波升了很多 那你問2-8-5 創波影子股的角度 如果你真的看好行業 那你為什麼不買創貨 如果你純粹的角度上 那你純粹的角度上 那不要這樣賣股票 那是一個很危險的事 但是你問我 反過來的角度 如果論基本因素 錯誤我覺得好像可以搏得過 搏得過 你想一下 你現在美國價值 你的息口又會向上 美國的經濟狀況又不是特別理想 你說如果那些產品銷售放活 那些利好因素一旦玩 其實股值就有機會向下手跳 當英大的圖不算太差 但是最底撥的時候 就是那時候穿了147元那些位置 整個商頂出來了 你就會買得好 你會坐得很舒服 這些位置撥 那一不穿 就會被人夾到160元 所以可能去到160元 就是159 158 這位置撥 那160元做紫薩 就是這樣做 但問題你問我 行業基本因素上 我覺得這些 跟美國的房地產市場有關 但美國的房地產市場 從來都是跟息口很敏感的 疫情後他們升了那麼多上來 還責經濟概念 所以你問我創貨也好 或者是250元都好 我都不會特別太好了 我覺得如果你買了 譬如是250元的話 你就是今早要做的 我們就是說用開市 第一口價大約是51.8元 這個指導指示位 不算的 其實你問我 差不多有1成利潤的話 我會想為什麼不負貨 所以你問我突然間 長線看好這些股份 我真的沒有這樣的想法 純粹是 新股頭幾天 你喜歡怎樣炒 說真的 也有機會 炒到六十幾元也不奇怪 六十幾元才再打下去 所以如果你想賺到盡 或者你想安全一點 你真的覺得 從一個短炒角度看 都是貼著 可能你不斷推高的指示位 這一刻的話 可能你先吃一半留一半 如果你問我 因為我本身不偷 所以就吃一半留一半 如果你想賺下去 因為用開始第一口 最多輸少少 但可能六十幾元 這位置是剔貨幅 想不想這樣炒 你問我的話 我覺得有利潤在手 建議剔貨幅 好 接著 答了兩個 另外 一二六三 這個我也想問一下 今天 油菜試一試 條五十天線 大家就是 因為他很久都沒有穿過五十天線 都是黏著來走 今天買不買 博不博得過呢 如果你看到很久沒有穿過五十天線 這個想法是不錯的 但是穿了你是不是走 因為穿過就走 如果你用這個想法上面 如果你看圖上面 我們又不敢說拍能玩完 如果那個圖用玩完來形容 有牌的 就算穿一百天線 我們都不敢叫做玩完 真正玩完 就是可能下去說一百天線都失手了 連尾的資金會緊張些 會不會留走一些呢 本身都沒有錢 沒有錢在港股任何地方 你不用想到那麼複雜 這個問題就是 錢會不會繼續旁炒的概念 其實你看比特幣那些 四萬八 四萬八 都是一些關鍵的很多 比特幣很有覺得穿了這些位置 他們都一樣會短線踢破 這個問題就是穿四萬 就算落到兩萬元 比特幣和蜜蜜那些 可以跌 之前見過的經驗就是跌九十個百分比 一樣可以再貨回頂 但是問題就是 你強行高追了 你又不做風險管理 那怎麼辦呢 你問我一二六三 買不買得過 你買完之後肯不肯指示 如果你不肯的話 我們不想出現一個狀況 就是十三元買完之後 十元問怎麼辦 你問我這些市況 很多東西可以搏 強勢股 可能絕對是一隻強勢股 但是不是今天才開始 甚至說會不會十二月開始 已經在轉弱勢 你見美股那些原意 就有概念還炒得很開心 是嗎 但是有些好像 Grobolex 在殺水 只有NTVR那些 真正有實力的那些 才叫做比較硬正 你看業績又發光 短線沒有什麼人也有的 純粹是獲利回套 但是這個獲利回套 可以玩多深 你不知道 你看圖上面 你只是說 黃金比率調整 現在0.318 最盡618 總之一圈 12.5這些位置 都是先走的 我想你不走 其他人會走 應該這樣問你 你會不會買 現在的柏林 我剛剛叫大家買多些錢 怎會叫你買 你如果問我推薦 我不會選你的股份 我經常都說 我吃不到升浪 不要去吃跌浪 如果你問我推薦可以的 你12.5在這些位置做指示 自己計數 你輸到1元左右的風險量 但是你問我 我寧願省1元 那相反地 你說股價真的回復強勢了 升穿15元左右 到時才想去搭順風車 我會這樣去想 但是問題 我覺得要升穿15元 也不是一件那麼容易 就算它升穿15元 我覺得市場又不是只有一個股份 我覺得這些位置 柏林 我又不是太主張去告罪了 相反地 如果做了一輪比較深的調整 如果整股在10元這些位置 看到一段比較長的時間 那就收集機會了 所以我們常常說 opportunity cost 是這樣的 機會成本 當然你肯指示 有時候不斷地搏 OK的 這就是真正的短炒炒價 相反動作 就像這樣看著這條50天線 都未必說拿12.5來做指示位 但是純粹如果用基本因素來說服自己 在這些位置追進去 然後又死抓眼抓 2021年都受過教訓 這些狀況 你想一下簡單一點說 這個例子 東岳 之前不是這樣嗎 你的問題就是在很多股份上 你不會回到5元的位置 我相信 這些位置 20多元追了你 不肯止洩也夠死了 所以我覺得柏林 這些位置 你肯做止洩 你可以試一下去搏 但是我覺得 反正年尾 看定點 少做少錯 少做少錯 KIM 可以參考Ano的意見 聽聽張小姐的電話 都是問20號 張小姐你好 你好 我想問方剛 什麼位置買 還想現在買 但是呢 今天呢 已經是給招股價高 4.03 現在 你會不會叫他買呢 我不會叫你買的 但是你買了 如果你的策略上面 你買想一下 指示位定在哪裡 你可能要設定到 大約是今天開市第一口價 3.9 再有你的水坪 你會無緣無故輸3號幾字 是好像理所當然 今天衝到上去4.7 回下來 當然一天還沒落到3.9 還沒潛水 都有機會炒上去 炒供求的 所以一個最簡單的策略 你真的很喜歡炒的 你真的想股價短線 動得快 就幫到你的 但是你問我會不會看前景 有很多人問 雙湯前景是怎樣 不差的 就被人制裁 所以我覺得有很多 前景OK的股份 面對著制裁 10隻有9隻都死 他會不會是另外的10隻 或者會不會有11隻 其實我都想不到哪10隻 有些什麼 X3號可以被美國制裁之後 沒事 可以沒事 股值還可以不斷地提升 一個問題就是 前景OK都沒有人買 而買了之後 有一個風險就是 會不會制裁進一步加劇 現在講這些制裁 就是美國的禁頭令 美資不能買的 問題就是 會不會有一天 迫逼其他環球 現在講中國是被人杯葛 這是事實來的 在環球市場上面 是 所以你說買一些 受制裁的股份 我的股值可以小一點才買 所以你問我 相當最重要的 最大的問題就是 我不知道指示位置在哪 如果你開市 反應快的 就可以追了有貨了 假設你4.1 4.2 已經追了 算了 一開始你的策略 已經在 預了在3.91做指示位 但是問題是 你這些位置 我寧願省下 那2號幾指 3號幾指 因為問題是 你問這些位置 問我多少 我都是4.5指 4.6指 你問我突然要看 5萬個大好友上身 那樣 未去到這麼下半週 甚至我都不會主張 建議大家抽 所以你問我雙湯 你要買的話 我只能夠說 3.9號 一叫指示 你肯走 你輸得起的話 你就去搏 新股第一天 頭幾天 交易的順便 一定去搏 現在的市場 大家經常說收勞 年尾 對於短炒的資金來說 這個就好像 開放的賭場 一天有營業 一天有成交 我相信 相當成交金額上 不會特別高 也不會特別低 總會有波幅 但是問題就是 我覺得不值得搏 我的觀點是 有人問就是 如果買了20號 你要定指示位 3.9號1 是不是分中途 穿3.9號1 還是臨尾的10分鐘 其他3.9號1 樓上就放在那裡 總之不要穿3.9號1 一穿3.9號1 就是走 因為我覺得 你主要是炒 你炒新股就是這樣 或者做任何短炒 都可以 你純粹定一個指示位 純粹一個界線 去到你這些位置 輸了 不要搏 總會有機會 可能碰3.9號1 你指示位 別人去買 沒有所謂 下次早期 就是 等於有些人說 賭博就是這樣的 你純粹一個短炒 投機心態就是 你有一個 本身是高命重率 這個是一個 高命重率的策略 但問題就是 高命重率 又不代表百發百種 所以你問我炒 雙方現在的角度最高 半分股炒公扣 那麼快 其他人開始在第一口價樓上 意味著什麼 大部分 即是有些利潤是慢慢 嘈吵上來 但為什麼現在不叫你去買 不叫你去追 原因就是 今天已經衝到上去4.7億多 上面開始有喊火 那會不會大家慢慢開始 人家在取消費的那段時間 你又走去追回 那當然是危險 所以你要講 日線圖 你又看不到什麼 今天只有一支這樣 如果你看回分中圖上面 開始已經衝上去 開始在散了 你還去追 當然是危險 所以角度就是這樣 如果從短炒股份上 那個叫什麼 零買當頭起 然後下一句你報回 我忘記叫什麼 不知道什麼跌了 跌了 跌了才沒有買 跌了就沒有收拾 所以你說雙湯 你說這些位置走去追 我不是很主張 是 好 另外還有位朋友就說 現在這樣 市場這麼差 是不是要買一些收息股 好過8.23 這個我昨天在Stock那裡都有說過 你買公用股 是沒錯 它跌得那麼多 甚至可能有少少 2-3%的水位 給你收到 如果我覺得你是基金的 你是資產配置的 你的錢真的不能放在銀行上 是的 買公用股收下息 輸少當贏 但是問題是你買公用股 它最大優勢 假設我們說 市場未必見底 再下去 你想想美國 如果未來真的加息 去到比較快的預期 可能是下年3-4月 停了QE之後 可能馬上已經是 反映加息的東西 美國的10年期債息 衝到上去2厘 6-8-2-3當然說 股息率比較高 但其實公用股是一樣的 就是這個道理 當說有其他的收息產品 顏色率高了 我不一定要放下6-8-2產品 6-8-2產品 有一個風險 可能說業務自己不好 接著派息 未必派到那麼多 所以公用股的防守性 你不要打算無敵 一定不用跌下去 不過跌的幅度相對比較少 所以你說剛剛的角度 這些時勢 是否買下收息股好過 我覺得這些時勢 炸到電銀行好過 即是如果你這樣做了中線部署的話 不如你 那個問題就是 市場見底那一天 你會不會沒有彈藥在身上 我們最怕的是你的藥 有彈藥你夠不夠膽買 這個問題就是 這一刻不夠膽 但起碼你要有彈藥先 但如果你講這一刻 要買完東西 去到市場見底的時候 那些股份又不知道走不走好 那你會被局錯 如果博家息 不如銀行股那些 銀行股是否沒有經濟下行的風險 就是銀行股為家息 主要的問題就是 經濟前景樂觀 剛剛我們開始說 就是內地的經濟 都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見底 所以就短線 就是為什麼我叫大家 多多一些現金 就不是因為收購的 只差現金都輸 通脹那麼厲害 那你好像在說 買股票一定贏 最後重點就是 現在 就是為什麼 經濟下行 真的是diflation 是 你是有機會出現一個 actual的通縮狀況 因為在說一個利率濟期 說一個will interest 所以真是負 所以問題就是 你拿現金是會輸 可能輸少一點 為什麼美股這兩年這麼強 因為有一個很大的實際利率 但是經濟狀況真是很強 那些又真是說 逼著要投資 你港股 或者香港 香港的通脹 是不是真的厲害 不是 你看到CPI上面 它都比別人低很多 是 是不是真的有這麼迫切性的投資 所以剛剛 Kim的角度說 如果你真的怕輸通脹 是應該買這些的 這些 奪率拿來抗通脹 OK 但問題 不會賺得多 你這些位置買623 可能要捱到10元 這些位置 我覺得就不會說 這些是特別好的出手時機 我覺得就拿多一些現金 好過 等下次升浪來的時候 好 至少我有彈藥去搏 所以短線 就真的不是建議做太多事情 買公用股 如果在支撐配置上面 我是基金 是要買一些公用股的 但是問題 是散戶來的 拿現金 你輸得多少 坦白說 你不是預期物價會每年年 會升一成多以上 你實際的負利率 兩三厘左右 你輸得多少 所以說 你有這個想法 就說你今年在市場上 起碼要跑贏 你跑贏的話 OK的 如果你本身都不是 又跟得不貼的 或者說623本身自身的業務 當出現問題的時候 你又反應不到 623今年業務 業績上 是不是很穩健 很強勢 不是的 你看到很多公司 做過整合 怎樣消化 真的不夠穩陣 我覺得問題就是這樣 所以你問我623這些位置 是可以買的 但是我覺得不如拿回現金算 真的有必要這麼積極去買東西嗎 我有這樣的catch mark 好 不如聽吳小姐的電話 等了很久 吳小姐你好 哈囉吳小姐 想問哪些政府份 我想問兩隻的 我想問6886 我不說高的那些 平均有一隻 12.6 有貨 有一萬股 現在它升到上來 我會不會走了 還是可以在什麼位置 還可以上高一點 我想請教嘉賓 看看現在走 還是有一點點上 還是怎樣 好玩 我想問857 可以在什麼位置要入 我四個多五個多都有貨 還是怎樣呢 請教嘉賓 謝謝你 好啊 先說一隻華泰先 6886 12.6買了那一柱 現在應該怎樣做 即是年尾 清掉它 即是吃一點點都好 贏 其實內地券商股整個第四季 都跑了人的股市 原因很簡單 因為始終內地券商股很近你股客 是 今年衰是衰港股 或者衰行不住整體表現 因為其實你再回股 整個2021年 港股都很多股份升得很厲害 回到你的話題 你說我們肯不肯吃虎 如果你說666 今天的圖上面又升不穿13元 這些位置整支射擊之聲 那當然好 絕對有機會12.5 或者再衰些 下12元這些位置都有機會買回來 但是中線炸著可能下到12元再上 你說中線目標14元這些水平 是否沒可能 又真的不是 所以如果你做些短炒彈性保存 反正你有幾手 你說上面還有貨的話 我覺得可以先拿一拿大幅 始終今天 可以收市前考慮 我覺得短線又不會大跌 當然如果你是收市 連10天線都守不住 更加要走 我覺得可以駁它 駁它多看一兩個小時左右 但是如果你說今天是一支陰燭 或者說都是這支 類似好像很長的上影線 射擊之聲的話 總之你見到它收不到 大約在12.9樓上 走了就算了 是 反正你有大把貨在身上 再上去賺少些 或者那時候少些 我覺得圖上面真的見到 12月的股價都升了差不多 接近一成多 不算很多 但是真的跑人試很多 我覺得A股又不是特別強勢 A股在走晚牛 如果你看A股的圖上面 都是上昇通道頂部 上昇通道頂部意味著什麼 就可以回調先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有幾手 住在身的話 有些低位追加了 就拿下資金 低位再去買 我覺得都不需要 四炸難炸 好 還有一隻 八五七 四有幾五有幾都有貨 我覺得如果你說已經有貨在身上 還打算去買東西 第一方面有沒有必要 加這麼重貨 就是你是不是對港股 不要說港股 或者對那隻股票這麼有信心 你問那八五七 那股價是很便宜的 但是我覺得你既然有貨 我覺得沒有必要這些位置充滿去買 跌穿了你未必會捨得走 亦都說那些位置走未必很划 所以你未來還打算加著 我想到三元那些位置整固 如果短期的急劇跌到三元那些位置 想都不要想 所以我覺得有貨就拿著算 你說如果市況經濟前景 真的不是這麼悲觀 上四元是不難的 當然你說加了主力 上四元你會坐得舒服些 甚至可能很快就平手 但是這一刻 你說我們常常說買股票 升和跌 譬如現在三個半這些位置 上三元和上四元 從來都不是五十五十 現在的下行趨勢 是明顯少少的 857只不過是 未必是最嚴重的 考書大市的股份 你看整個2021年 它都硬正 所以有貨就拿著算 如果你想要加貨 加貨等等 起碼三元以下的位置 才想是否值得還去加貨 好 好 多謝這位家庭觀眾的電話 最後不如問118 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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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九 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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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有點冤枉呢 所以這樣去追,要不就將指示位推到保力交通到中足 16.6這些位置,正如剛才說少做少錯 我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通常不知道發生什麼事的股份 最怕就是無故跌倒下來,普遍落到10元那些位 應該不會跌到5-6元的水平 但問題就是你要博這些股份要轉身快 我只能夠說這一刻我都想不到 或者還未看得透1108究竟發生什麼事 可能是春光鴨炒緊,不出奇的 如果你說在這一刻你選擇要去參與其中 是一個圖表突破了這半個月的調整勢頭 走到20天線,OK啦,沒問題 如果收視突然間剩下很長的上映線 20天線受著壓力的話,那你就要走的了 所以你問我1108的話,沒什麼意見 我就覺得這些位置最不是我的風格 3322是不是開始回調? 三永家集團 不會啊 但是沒有啊,沒什麼特別的 而且成交也很少 我不知道,其實現在你是港股市況 去到市值4億的股份 我不知道怎樣去分析 其實港股已經有很大的轉變 第一方面,很少會全球股市最弱 第二方面,你記不記得幾年前 很多時候都說的什麼殼價等等 主板很少會成交股份去到5億以下 但是其實這個規則都變了 你說現在創業版的股份 市值得幾千萬 主板跌下去兩三億都會有 所以就算世價股,當不當我真的不會炒世價股 我亦都不想嘗試去炒世價股 是 所以你問我3322是不是開始回調了 那 只有兩鐘成交 那樣 我不自典份值 是啊 你問我的話,我不會提到這些股份 嗯,好,好,好 問題都回答了 大家今天都是比較靜局的 現在成兩點才只有那四百多億 看看過了這半日試 和明天的半日試 下個禮拜回來又會不會好些 看看大家的氣氛會不會好些 這節和Arnold談到這裡 Arnold有沒有持有上述投股份 都沒有持有 好,麻煩Arnold這麼詳細分析 我們稍後回來還有其他直播環節 稍後再見